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是我們魔物獵人物語2的基因教學啦 那廢話不多說 今天的基因教學會分成幾個主題來講 說明欄會有時間走 各位可以多多利用 那今天的影片會有點長 因為考慮到未來還會有新朋友加入 我將會完完真正的把這個基因機制講給各位聽 同時也會解釋到一些關於孵蛋開蛋的東西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 那新朋友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影片開始啦 Let's go 那首先是物語2的基因啊 可以由四個重大因素來決定 第一個是攻擊模式 簡稱猜拳 有三種攻擊模式 分別是力量、速度、還有技巧 速度克制力量、力量克制技巧、技巧克制速度 以此來達成一個互相克制的關係 那這個猜拳機制啊 可說是戰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這關乎你的傷害高低啊 還有雙重攻擊和技能可不可以放出來 那第二個因素呢是屬性 它有分成 無屬性、火屬性、水屬性、雷屬性、冰屬性以及龍屬性 那基本上什麼屬性會克制什麼啊 各位可以不用特別記 個人覺得啊 可以直接參考各個魔物的弱點表會比較快 說明欄啊 我有貼一個巴友整理的網站 感謝這位巴友的分享啊 各位可以照這張表去打 那前期啊大家都是拿無屬性的 後期啊因為魔物漸漸變得靠北 所以我們就需要去看屬性 你可以啊等龍塔爬完一週目之後啊 再開始龍屬性會比較適合 那第三種是技能喔 除了彩色基因 每個基因都會有帶一個技能 技能啊有分成主動技還有被動技 主動技啊就是在你戰鬥的時候啊 你可以消耗期盤子去放出來的 那被動技啊則是要看技能的說明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草絲狼噴出嘴炮 欸我覺得也可以玩玩看 那不管是主動技能啊還是被動技能啊 他們後面啊都會有個括號寫小鐘大特 在主動技能下小鐘大特啊分別是不同的基因喔 拿雞蛋基因來說的話 各位可以點開來看看 會發現這些基因啊雖然都叫做雞蛋基因 技能的名字卻是不同的 當然啊造成的效果也不一樣 所以啊如果我在一隻魔物身上放了兩種基蛋基因啊 戰鬥時技能列表點開來 就會確確實實的看到兩種技能 那被動基因啊就比較單純了 他們都是同一種技能 只是效果的大小不一樣 很直觀的像這個體力提升基因啊 就是越大他效益就會越高 不過啊有一點需要特別留意喔 雖然小鐘大特基因啊 可以共存在九宮格之中 但是啊在被動技能的部分啊 他們並不會有加成喔 而是取比較大的部分 例如啊我同時有體力提升中 還有體力提升大的話 他就會取體力提升大 而不會有相加 這點啊各位需要多加留意一下喔 才不會疊到重複的技能 那第四個因素啊是基因的品質 各位啊可以注意到基因的外框啊 他有無框、灰框、金框還有白金框 對技能來說啊大致上就是 代表剛剛說的小鐘大特 那說到這裡啊就要提到關於摸彈的姿勢 各位應該都知道我們摸彈啊可以摸出氣味普通、氣味好 還有氣味非常好的彈 那如果摸出氣味非常好的彈啊 也就是彩蛋 基因的品質就會越好 越容易摸出白金品質的基因 另外在出生時的基礎面板加成上啊 氣味普通啊會出現一次加成 氣味好啊會出現兩次加成 氣味非常好呢則是出現三次加成 那會加成什麼呢?每次都是隨機的 我會建議啊各位除非你是要玩PVP啊 不然啊其實不太需要去刷這個面板 那摸彈啊還有一個要素喔 就是重量 重量代表的是魔物的稀有度 各位可以看圖片可以發現啊 魔物的稀有度啊它有分成1到7星 分別是重量非常輕盈 重量輕盈 重量普通 重量微重 重量沉重 重量非常沉重 重量極度沉重 那每隻魔物啊都有自己的固有基因喔 圖鑑上可以確認他們的技能 那固有基因啊是只不管你怎麼刷 只要是這隻魔物啊 它就是會有這些特定的基因 那基本上啊 稀有度越高啊 它固有基因就越厲害 另外固有基因啊 它都是主動技能 就是影片中有驚嘆號的地方 那有些固有基因啊是需要提升等級 才可以去解鎖的 那重量除了魔物稀有度之外啊 在面板上也是有所加成的喔 如果是重量輕盈以下的蛋啊 每個面板啊是加1 那如果是重量普通和微重 則是每個面板加成是加2 如果是重量乘重之後啊 那每個面板都是加3 雖然差異是不大 但是我的話啊 還是會希望選用魔物稀有度比較高的好 那除了固有的基因以外啊 還有隨機基因喔 每隻魔物出生時啊 除了自己會的技能以外啊 也有可能自帶一些強大的被動技能 基本上啊就如剛剛所說的 氣味越香 出現這種高級的被動技能的機率就越大 另外啊上位魔物的蛋啊 出高級被動基因的出現率會比較高 所以啊各位也不用擔心說 過了主線就要重新刷 只要把基因繼承到另一隻就好了 那這也就是我們平常刷蛋的目標啦 像如果我要這個體力提升基因特大 我們就會到這個7版基因圖件中啊 找找看哪隻魔物可以刷出來 OK那介紹完一些基因的基礎知識後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九宮格喔 先介紹他上面的圖案啊分別代表什麼 那拿這隻死果龍來舉例 有顏色的啊就是他們的基因 那這種黑色的呢 就是他們沒有任何基因 是空的 嗯我們需要後來呢 用繼承的方式來填補他們心靈的空洞 那如果是這種基因上有level 就是要到達一定的等級才會解鎖這些技能 那沒意外的話都是主動技能 也就是剛剛說的固有技能 那這種有鎖的圖案呢 上面沒有level呢 是要用活化技才打開的 活化技的取得方法很簡單啊 去找梅拉入商會就可以買到了 那因為需要消耗品質王冠啊 如果想知道怎麼高效率刷品質王冠的話 可以看看右上角的資訊卡 或者做影片 那如果是這種有鎖又有level的呢 是只要刷到那個等級 他就會變成黑色的格子 那九宮格這種東西啊 他其實就是賓購啦 同樣屬性或是同樣攻擊模式 只要連成一條線 他就會有相對應的加成 那這種九成九的九宮格啊 可以是直的橫的或斜的 全部加起來啊最多會有8條冰狗線 那前兩條冰狗線啊 他每條會加成10% 後面3到8條冰狗線 則是每條加成5% 所以啊最高是可以加成到150% 那攻擊模式和屬性是分開算的喔 注意一下旁邊有冰狗啊 他也會標記 非常貼心的一個遊戲啊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基因繼承 簡單來說啊 就是把一隻魔物的基因 餵給另外一隻魔物 被選到的魔物繼承之後會消失 所以啊選用基因之前啊 要先考慮清楚 那以下幾點呢 是我們繼承時要注意的 第一個 我們組魔物的基因啊 是無法去做移動的 假設啊我想把這個彩虹基因啊 移到中間 我們就只能先去覆蓋掉那個基因 再把有這個彩色基因的魔物啊 當飼料 重新繼承上去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說的喔 被動技能的小鐘大特啊 是無法做加成的 只會取最大的那個 並不會互相強化 所以啊在看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一樣的基因啊 同時有小鐘大特 欸那我現在已經看到你 在偷偷打開主機了 那第三個啊就是 被等級鎖起來的基因 是無法做繼承的 所以啊我們可以先把飼料魔物啊 練到對應的等級 把他養胖一點 再把他拿來當飼料 第四個 如果啊是同一個名稱的基因啊 他是可以藉由繼承去強化他的 例如啊我可以把這個雷擊基因特大加上去 這個技能啊他會獲得強化 並且加一顆星星 那最多啊是強化兩次 會獲得兩顆星星 那再來說說九宮格要怎麼配喔 基本上啊會有兩種配法 一種是PVE 也就是打電腦在用的 另外一種啊是這個遊戲會有PVP 也就是人跟人對打的部分 那先介紹PVE喔 我會傾向全部都放這個 魔物原本的屬性 還有他傾向的攻擊模式 例如啊這隻滅金龍他是力量取向的 我就會大部分啊放力量和無屬性 讓冰狗最大化 當然啊有時候會放一些被動技能啊 會使得九宮格有更多的搭配 不過啊PVP就不能這樣配囉 因為啊PVP等於是你在跟別人玩猜拳啊 會建議九宮格那三種攻擊模式都放 然後啊盡量放相同屬性 別人啊不會笨笨的都用那隻魔物的原始攻擊模式來跟你玩啦 所以啊這也是個人覺得PVP刺激的地方 在正面對決時啊要猜贏對方完完全全就是個心理戰 如果你不想分兩隻配啊你也可以直接配這種PVP的 不過啊就是冰狗上會加成比較少就是了 PVE啊每隻魔物的攻擊模式都是固定的 各位看我說明欄8有提供的弱點表也可以打得很舒服 那之後啊我會出幾隻常用的魔物的技能搭配給各位 那因為PVE他比較好配啦 所以呢之後每隻影片主要都是以PVP的配法為主 然後分不同的打法或是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打法來配給各位看 那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OK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魔物的面板 每隻魔物啊在出生時都會有個面板加成 這裡的魔物的攻擊模式啊只代表你換他上場的時候 第一回合他就會用這種模式去攻擊 並不會說這隻魔物啊在力量上特別厲害還是怎麼樣 就算啊他這裡飆力量啊 他還是會使用速度和技巧的攻擊 只是頻率會比較少而已 那這邊的速度啊速度越快 在該回合此魔物的出招優先度就會越高 攻擊力和防禦力旁邊各位可以看 有個屬性標示 代表的是這個魔物最適合打的屬性 和受到這個屬性攻擊有相對應的防禦力 例如吉娃娃他就是適合用火屬性了 在火屬性有較高的攻擊力也有較高的抵抗力 那最後這弱點就是他怕的屬性 被弱點屬性打到會跳橘子 受到的傷害也會比較高 那最後呢我們來聊聊彩色的影子 究竟啊彩色影子有沒有必要呢 他到底強不強呢 彩色影子啊他其實是一個萬用的基因 有點類似Bingo中間的那個洞 雖然要放彩色影子啊 也建議是放中間會比較百搭 但是啊他的缺點啊也很明顯 那就是啊他是沒有技能的啊 個人玩到後期啊會覺得基因技能會顯得比較重要 除非啊真的是沒有什麼其他技能可以篩喔 Bingo的效益啊如果比篩技能的還要高的話 我才會選擇用這個彩色的影子 那另外兩個小提醒 彩色影子啊他是沒有辦法做強化的 一個九宮格也只能有一個彩色影子 那這點啊各位再多加留意一下 好啦那今天的基因新手教學就到這邊啦 說真的研究這個東西真的是還蠻好玩的啊 尤其是後來研究基因的搭配啊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我還是覺得啊PVP他真的是很好玩 除了運氣成分以外啊 每個人對於因子的搭配 也都是自身的關鍵 那這支影片啊 之所以沒有給各位一些模板去參考啊 是因為我覺得每隻魔物的情況會有所不同 所以啊之後我會針對幾隻比較強大比較常用的魔物啊 去設計模板給大家參考 也可以留給各位一些發揮創意的空間 好啦那喜歡這支影片啊 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 那新朋友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Bye 啊